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這一節我想講講久違了的何志平 大家記得何志平就是董建華年代的民政事務局局長 後來他沒有做官之後去了一個石油公司做顧問 結果在美國惹上官非被控賄賂一些外國的政要 於是最後想得到石油的利益 被判監三年 就刑滿出獄 去年6月 但一直都很低調 他就在一份暢小報紙上寫文章 但很少出現在一般人的面前 他昨天有一個公開演講 第一次 大家知道他做民政事務局局長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講文化問題 雖然是一個眼科醫生 他以自己作為一個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很有研究的人 用來做民政事務局局長的一個本錢 他穿著一個紫色的中山裝 出席文化香港為題的道教聯合會的講座 有很多人去聽的 當然有他太太 也有劉武雄 也有選委之一的建制的導演高志森 等成百五人出席 他一開始就說 新枝舊魚 多謝你們的支持和關心 想報個平安 看來 起碼不是復出也好 復出露面的一個 重要的時刻 他講文化 也講了很多關於 香港 人心回歸的問題 香港的文化發展可以分成三個五十年 會在第三個五十年 即是回歸到今天 香港人應該重視思考自身的文化 身份和定位 怎樣能夠借根香港空懷草角 講到香港回歸過度 他就說基本法的推行 源自北京 想給香港很多的優惠 還有眷顧 出現了很多地方 沒寫得很清楚 例如23條 24條 23條就是國家安全的問題 24條就是國籍法 他就批評過去這個港英政府的時候 對於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對於香港人的文化 有所謂四去 去政治思想 去國民意識 去民族心態 以及去文化身份 令到香港人失去了文化的本源 例如 我們今天看到 這些去去去的後果 社會管理是現代化 但是扶植的是藝術的符號 不是藝術的內涵 多元而無本 還有講中華文化 香港應該成為紅樹林 在中國的根底下融合中西文化 他就說 現在香港 未能夠做到 中國對香港沒有信心 香港對中央也沒有信賴 他有一切問題 的根源是來自文化教育的去除 國民教育的缺失 聽他的高見 他的講法就是 為甚麼我們的小孩喜歡漢堡包 不喜歡 不吃小籠包 這是價值觀的問題 要從小就開始 培養 這個我覺得很有趣 這個講法 他就說 愛國者治港 在座每一位都是治港者 740萬香港人 的治港者都要有貢獻 希望未來25年就可以做到貢獻 成就 以中華文化為本的 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 中國夢就是世界夢 世界和平的夢 我比較有興趣 他就講 這個所謂 中華文化 中國文化 為甚麼香港的小孩喜歡吃漢堡包 不吃小籠包 這個很有趣 你問一下中國大陸的小孩 他喜歡吃漢堡包 喜歡吃炸雞 如果你問到他們 你就可能會 解答到剛才 何志平提的問題 香港的小孩不喜歡吃小籠包 喜歡吃漢堡包 是否因為港英政府 所謂去去去 令到香港人 去了 政治思想 去了國民意識 去了民族的心態 去了文化的身份 失去了文化的本源 於是香港的小孩就喜歡吃漢堡包 我就不喜歡吃小籠包 我覺得有時候有些人 我不知道 何志平這番說話有多大的代表性 有些人 將問題很簡單化 即是說香港為何人心不回歸 因為 國英政府 大家記不記得 在這個 有很多爭拗的時候 英國人在香港埋下了很多炸彈 很多計時炸彈 包括什麼呢 比如說 財政的計時炸彈 包括民族認同的計時炸彈 包括 身份的計時炸彈 令到很多香港人 抗拒中國 所以令到人心 就沒辦法回歸 有很多 很多的問題 由1997年出一號到今天 香港出現的種種的問題 是將它 很簡單的 賴一個外力 影響香港現在出現的東西 例如過往 從2014年開始到2019年的 預算運動到反送中的運動 將它最簡化就是 外部勢力的影響 於是現在就要搞國安法 就是永遠不會 將問題去歸咎 管治出了什麼事 那個政府 或者官員的表現如何不濟 而是一句說話就是 賴到外面 你說香港人 為什麼會那麼洋化 那麼西化 為什麼小孩喜歡吃漢堡包 不吃小籠包 如果你一句說話就是賴港英政府 說他去中國化 文化生命的形同 小孩是這樣的 我覺得 完全是抹殺了過去的百多年以來 香港 為何或者是如何成為一個 國際刀匯 這個演化過程 我們一路都 小孩讀書的時候都是這樣說的 香港是一個華洋雜柱的地方 中西文化交會的地方 香港為何能夠做到華洋雜柱 中西文化交會呢 固然 他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有很多的 外國人 英國人包括其他國家人來香港 亦都香港的制度 令到大家 沒有什麼 顧忌地 可以在這裏 隨著根據自己的國家的文化 將他們帶來香港 很多人都說香港人是什麼人 香港人是半唐番 香港人半唐番不是說他的 血統是半唐番 不是個個是何師培 我們半唐番意思就是 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思想是半唐番 因為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思想 是半唐番 我們那麼多元化 才變成了香港一個獨特的文化 香港獨特文化有什麼元素在 香港獨特文化當然有中國文化的元素在 你說今天我們都是 我們吃的東西 我們喜歡吃飯 我們喜歡用筷子 我們喜歡吃蒸魚 這就是廣東文化的一部份 也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 但是我們想的方式 我們崇尚的核心價值 民主人權自由發展 這些是西方傳過來的 五世運動的時候 德先生 蔡先生 是西方的東西 德先生就是democracy 就是民主 蔡先生就是science 就是科學 中國當時是不說這些東西的 這是外來傳例 香港因為它的地理位置 因為它是英國的殖民地 所以我們有這種文化的交回 融合的過程 然後就是 慢慢孕育香港一個很獨特的文化 這個文化在全中國都沒有 甚至在全世界都沒有 我們說的是廣東話 我們寫的是中文字 我們拿的是筷子 我們吃的是 中國菜 來自 不同的地方 中國不同地方的中國菜 但是我們也喜歡吃西餐 我們喜歡吃其他國家的 不同的食物 我們很包容的 在食物方面 在食的民物方面是可以很包容的 這個就是香港的獨特的地方 是不是 雖然我們去旅行去得久 香港人都想吃一頓飯 吃個燒臘就好了 我們有這種傳統 但是 你說是不是我們會抗拒其他西餐 我們又不會 我們喜歡吃什麼 在香港什麼都可以吃 所以成為一個美食天堂 因為我們是 那種兼容併包的飲食文化 所以何志明的問題 我很懵懼 很多餘 為什麼香港的小孩 喜歡吃漢堡包 不吃小籠包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吃小籠包 才可以 有這個文化身份的認同 是不是 這一點我覺得 我需要反抗 作為一個 崇尚中國文化研究中國文化的人 我覺得這個 有一個想不通的問題 解不通的問題 這個 講不到香港這個地方的由來 雖然 現在二十幾年了 主權移交二十幾年了 一路 西方的漢堡 在退色 尤其是有這一類人不停地強調 我們文化身份的認同 應該是中華文化身份的認同 於是 連我們吃什麼東西都覺得 因為我們失了我們文化身份 所以 對於這個 小籠包 老實說小籠包也不是廣東菜 OK 都是北方野 或者上海野 這個是一個 看香港的問題 看不通的一個結果 不過現在 在香港目前的情況下 將很多事情都摧毀了 將很多事情都搞到禮崩惡壞 其實 不只是看不通的問題 是有心這樣做 要摧毀這件事 第二 我想說的 香港人的身份的認同 何志平也是這樣說 就是 是不是 有問題 這個也是一直發展下來 是不是 覺得很多都是外力的結果 如果你看 香港人為什麼會認同 有這樣的移民在這裡 我是中國人 還是香港人 我是中國的香港人 還是香港的中國人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移民在這裡 這是因為我們的獨特 就是過去150年來獨特的身份 獨特的文化 獨特的 成長的過程 慢慢 慢慢演化而成 我們是 在文化上面 在我們的血統上面 屬於中國 大家很清楚 但是 我們 擁抱的一些價值 很多東西都是來自西方的 這個大家都是很清楚的 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不需要 當你會覺得 去認同一些西方價值的時候就等於怎樣崇壤 怎樣微愛 正如 今天 香港發生很多的事情 過去那幾年 雖然這個 相當動盪不安的一個局面 當權之力都很簡單地 將它歸咎於一件事 就是外來勢力的影響 他從來沒有去檢討 他自身 在管治那裏出了什麼問題 你說 港英管治的時候 是不是香港沒有問題呢 很多人說 港英管治的時候 沒有要求民主 這個完全是 沒於歷史事實 抹殺歷史事實 我也說 就是這個 高山大會的時候 我剛才出來做記者 四十年前 三十幾四十年前 那時候就爭取香港的民主 要求政府 將香港的 議會 用民主選舉的方式產生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港英政府 可能會有個中間的想法 就是說 因為要將主權交給中國 所以要實行港人治港 你都要懂得 如何去管治自己才行 要通過一個過程 怎麼選人出來才行 於是就慢慢開放政制 由區議會開始做起 要求民主 不只是說九七年之後的事 大家知道 要求民主 其實是人的天性 後來 後來 大家 那個 結果都知道 全部下閘 於是香港人 答應了 零七零八 一一二 回歸 十年之後 應該開始有了 再等你一屆又沒有 再等你一屆又沒有 現在真是沒有了 那種憤怒之情就會出來 這個跟外國勢力有什麼關係 如果你說跟外國勢力有關係的話 你就要檢測一下當初你寫《基本法》的時候 為什麼會這樣寫 說十年之後 香港開始民主化 會有普選反 產生 最終達到一個 由普選產生的這個立法會和一個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 你是答應了 基本法寫來的時候是不是因為外來勢力影響 所以 這個是一個相當懶惰的一種想法 一種做法 你有什麼管治的問題 出了事 管不了 那些香港人 你不去檢討 究竟 自己 這班長官 怎麼不濟 那班官員怎麼去 無能 而一句就是 賴了外國勢力 然後用一個最嚴厲的措施 去把所有人 不同的意見鎮壓下去 他認為這樣就可以萬事大吉 這個就是 即是 今天 出現一個惡果 這是一個 惡性循環 是永遠解決不了問題的 一個這樣的情況 就是 他從來沒有檢討 自身出了什麼問題 或者從來沒有檢討 制度上出了什麼問題 而是 將責任往外推 無論是 香港人為什麼要吃漢堡包 不喜歡吃小籠包 又或者 香港人為什麼會對 今天的管治有這麼多的不滿 過去 幾年 出現的這個動盪 是什麼的原因 是內因還是外因 如果用這個共產黨的想法就是 內因 其實是重要過外因 通常 你外因是因為內因起作用 而產生的 有些事情你不要正在說 外面 影響你 你 裡面 出了什麼問題 才會產生管治 的困難 或者管治的 這個 這個動盪的情況 你解決不了內因 一味就說外面影響力 然後將一些 自己內部的問題 收收 垃圾掃在地毯底 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比如 香港的房屋問題 由董建華的年代 八萬五講到今天 上樓 越等越來 我也有講過 劏房 越做越多 有些人就是 由 未結婚等到結婚 結婚等到離婚 都上不了樓 可能離婚的原因是因為上不了樓 為什麼房屋問題到今天都解決不了 這是不是外來勢力的影響 他自己有沒有檢討 是什麼原因 是個政府不夠決心 是個政府對於很多的既得利益 遷就完又遷就 是個政府對於起公屋很多猶疑不決 是個政府其實是沒有心不是沒有力 是沒有心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是不是外來勢力的影響 從來沒有檢討 你沒有檢討就解決不了問題 沒有承認到問題來自自己 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正如一個人有病 為疾忌醫 然後醫生說你真的有病 你整個想法就是 不如殺了這個醫生 殺了這個醫生我就沒有病了 他去 解決 提出問題的人 而不去解決那個問題 其實香港今天 出現這種亂象的原因 正正是因為這件事 從來沒有 自我反省自我檢討 由文化到身份的認同 由政策的制定 由香港出現這種亂局 從來沒有想到自身 出了什麼問題 一美張就是往外推 往 外國推 往 香港人那裏推 官員是從來覺得自己沒事的 從來覺得自己沒有犯錯 這個就是香港問題的癥結所創 好了暫時講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的心情有法的親戶 謝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呢 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這個 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例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 有些片 只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是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 電影或者電視劇集 又例如 如果你在網上 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但每個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現在DNOT 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 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家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幾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